各位旅客您好 我是全方位旅行家Jomi 前阵子教大家搭捷运晚转台北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用捷运以外的方式 去逃离城市的喧闹 探索不一样的台北 台北除了捷运以外 其实火车铁路系统也蛮发达的 若入北门窝的话 步行前往台北车站 可以直接搭乘台铁前往终点站基隆 再转搭巴士前往野柳 即可牵到大名鼎鼎的女王头 如果您想去悲情山城九份的话 也可以搭乘台铁到瑞芳车站 再转巴士上山 这里可是台湾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从瑞芳火车站出发 你可以购买平溪支线一日券 这可是Jomi最喜欢的铁路旅程之一 平溪最有名的是天灯之旅 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到这里放天灯 每年游消节更有热闹的平溪天灯节 吸引大批国内万观光客前来朝圣 如果觉得平溪站太远的话 也可以选择前往景点较多的十分站放天灯 这张轨道两旁 正是台北最具特色的十分老街 临近的十分瀑布也是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 平溪线上还有一个非常另类的特别景点 叫侯洞猫村 侯洞早期是台湾煤矿业第一大城 但由于矿业枯节 采矿潮退去而渐渐没落 后来因为苗星人制造观光话题 重新复苏小镇经济 2013年更与土耳其、美国、日本等景点 并列为世界六大赏猫景点之一 除了铁路以外 台北还有另一个空路玩法 也就是到捷运赫线上的动物园站 搭乘猫空缆车 猫空缆车分为水晶车厢及一板车厢 票价一样 但水晶车厢数量较少 只有平日或淡季才能享受不用排队就能包厢的快感 猫空基本上是泡茶看风景的地方 每年三四月张树步道还有漂亮的乳冰花季 其他季节的话也可以结合木栅动物园来个一日游 如果你爱山景的话 那自然不可错过台北最有名的阳明山 但这里可没有缆车直达 必须搭捷运到建坛站短巴士前往 阳明山景点非常多 像花中、晴天刚、文化大学夜景、小游坑、梦幻湖等地 其中七星风更是台北市第一高峰 短短一个小时的徒步就能攻顶 风景超棒 如果热爱赏花的话 每年三四月竹子湖也有著名的海渔记 吸引大批观光人潮 如果你有摩托车国际驾照的话 一定要租一台摩托车玩北海岸 骑摩托车游台湾可是最在地的旅游体验 除了时间弹性以外 也可以挖掘更多隐藏的景色 像是三只德根德水车公园 青山瀑布 石门风车公园 百沙湾 台北最北的富贵角灯塔等等 还有一个季节限定的老梅石潮 都是台北限为外国游客所资的秘境 说到这 没有摩托车驾照的朋友会问说 那骑脚踏车行不行 我想都有人骑脚踏车还台湾岛了 那骑脚踏车游北海岸应该也不是不可能 但真的也需要花不少时间跟体力 如果想要体验骑脚踏车又想轻松一点的话 台北还有另一个骑脚踏车的胜地 名字也超浪漫叫巴黎左岸 但不是你想的那个巴黎左岸 巴黎在淡水的对岸 从淡水老街可以直接搭船过河到巴黎 这里可是逃离台北城市喧闹的好去处 也是个限为外国观光客所知的在地旅游景点 可以看到淡水河的左岸风光 沙之海滩与湿地两种滩地的自然生态 黄昏的时候还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看淡水夕阳 入夜后看淡水夜景 巴黎有一个非常新潮的野素景点 也就是2016年刚盖好的泡泡窝 就像入住卡东海绵宝宝山地的房子一样 可以躺在床上看星空 看月亮 看蓝天白云 非常的舒服 泡泡窝也打破了一般录影的概念 帐篷里面有小吧台、大床、电视机及空调 夏天可以开冷气 冬天可以开暖气 可以在非常舒服的环境下体验露营的feel 非常推荐给想要逃离城市喧闹 感受自然风情 又不想太柯南太野外的你 不妨在你的台北旅程中安排入住一晚 感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吧 如果你假日不多 没办法还完整个台湾 不妨专攻台北就好 难道假日就是要好好放松啊 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光台北真的就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玩法 够你玩个好几天了 当然 如果你时间够多 台湾确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去探索 下一站 就来带大家搭乘300号时光机 穿梭在古早与现代的台中 台中不是只有风甲夜市 请继续锁定全方位旅游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